講股,有人想問三隻資源股,你怎麼選擇 金銅鋁,2899,358,2600 他說三隻都沒有課價,中途問的 如果你說課一個短線來說 我覺得就可能中鋁,2600 其實那個直博性會大一點 因為很明顯直接也是炒那個鋁價 而那個鋁價其實都是關於和因素 當然也一樣,你要留意一下風險 可能短線,如果一旦浮體會和 那個鋁價始終過的轉性這麼急 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討也不奇怪 但是始終現在我想那個鋁價 都應該是偏在高位繼續走先 而當那個鋁價高了那麼多 去到近這十多年的高位也好 但是中鋁這些股價相比去年高位還是偏落後的 所以純粹發覺短線操作 我覺得中鋁是比較值得可以留意多一點 如果你說以中鋁來講 甚至是技術走勢 其實它也算是比較好 現在都是鎖在所有軍線上 我覺得如果你說這些人入場 其實你嫌比較貼一點 訂回大概5.2做個止蝕 其實風險就不算太大 你輸了輸了2號、3號 我想如果向下鐵穿毛移址 近期的環區低位的 考慮拍了它 其實就可以部署了 因為上面來講 如果真的看上去 當然不是每天只看7.2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向上都有機會挑戰 挨近6元邊 那6元邊其實現在看過去 它都有挨近1成或者1成多一點的一個情況 1成左右 那所以大概6元、6元鬆一點 做個目標位 而向下5.2做止蝕 那其實相對來說短期的策略 都可以留意先 如果沒有 記得按讚 ответ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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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